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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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只是一个误会 我们现在来向张张老师请教一下 这个汉服到底指的是什么 其实汉服并不是指的汉朝的服饰 是指我们汉民族的服饰 哦 原来这个汉其实指的不是汉朝 而是汉族的一个全部的服装 是这个意思 所以其实它是有很多很多个朝代下来的衣服 都属于汉服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 像我们现在两个人穿的这一身 有没有什么讲究和说法呀 你们现在身上穿的这一身就是 唐朝的衣服 说起汉服文化 唐朝服饰占据着重要地位 唐朝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服装发展的全盛时期 经济的发达 生产和纺织技术的进步 以及对外交往的频繁 促使唐朝服饰空前繁荣 服装款式 色彩 图案 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 而这一时期的女子服饰 更可谓是中国服装中最为精彩的篇章 唐代女性服饰中 有一种在贵妇间流行的衫裙 它将裙带高高细在腰线以上 比如胸下 甚至细在胸线上方 这种衫裙也叫齐胸如裙 我们的齐胸如裙它分为上衣下长 我们的上衣是一件薄的短衫 对 刚才穿的时候感觉到了 短短的 对 短衫里面肌带 然后下长它就是一条齐 对 齐胸的裙子 就是正常形制的话 它是一片式的 就是一片裙子 它活在裙上 对 但是你们身上穿的 是经过改良之后的 改良是为了我们现代人方便穿 一尘烟雨 一楼腿 一花之味 一书片 一变装 看看我们是不是又变装了 是的 不知道这套衣服又是哪个潮带的呢 我们还是赶紧请这个张姚老师来跟我们讲解一下 欢迎张姚老师 哎 老师 你看我们现在又换了新的一套衣服 请问这套衣服有没有什么讲究它属于哪个潮带呀 这套衣服就是禁止 禁禁时期的 禁禁时期 宽衣搏带是上至王公贵族 下至平民百姓的流行服饰 男子追求轻松 自然随意的感觉 而女子服饰则 则长裙夜地 大袖翩翩 世代层层叠叠 表现出优雅和飘逸的风格 禁止的话呢 就是这个袖子 大部分都是垂弧袖 或者是直袖 垂弧袖就是像你 你这个袖子 就是垂弧袖 这个叫垂弧袖 直袖的话就是 袖子从上到下 它都是一样的 完全一样大的袖子 对 大家有没有觉得 我们现在这个画面 感觉和谐 但是好像又有一丝不和谐呢 这个画面在历史上 是不可能出现的 因为其实呢 我们现在是来自 两个朝代的人 对 我这套衣服呢 是来自宋代 我这套呢 是明朝时期的服装 宋朝服饰 大致上延续了 唐朝的风格和形式 女子服装材质和花样 种类更多 通常来说 可分为 上身窄袖短衣 下身长裙 外面再穿一件 对金的长衫 要说宋朝的服饰 是延续了唐朝 那明朝的衣裙比例 就恰好和唐朝相反 由唐朝的上衣短 下商长 变成了上装长 下商短 衣领也从宋代的对领 逐渐变成圆领为主 值得一提的是 明朝中后期 更出现了之前 朝代未见的历领 大量使用有扣 也是明朝服饰的 一大特点 虽然说呢 我们现在穿的这些汉服 都是经过了一些 小的改良 但是我们还是能够 明显地从这些 服装上面看出来 每一个朝代的 都是有自己的特点 是的 我觉得在这个 充满阳光的春天里 大家穿越我们 传统的服饰 出去拍照的话呢 肯定会也有一番滋味 那一边我真的不懂 很服啊 很服 居起和民族传 懂服饰 始于皇帝 备于尧顺 所以啊 不相信我们中国 传统的民族文化 哎呀 不错嘛 阿老师 原来你也不是 什么都不知道的 老人家吗 这些东西 我认识过 给你博弄 要得你只有胸 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 年轻人来 多做很富 可以帮助你们 留感我们中国的 传统文化 可不小时吗 对啊 所以喜欢汉文化的 小哥小姐姐们 其实可以穿上 这个美美的汉服 去拍春照 好好地把这份 美丽的回忆留下来 好 谢谢我们今天的广告 广告资料 天多精彩旅路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金阳六种坚果 六六六 六种坚果 营养六 月底坚果 七星六 每日一瓶 心情六 双磨智取 高瓶吸收 六种坚果 一瓶就够六啦 金阳六种坚果 大家好 我是阿梅 现在有很多病三期 一只三期被拿到市场上 卖特别贵的价格 还有很多人到我们这边批发货 自己卖到各个地方去 中间翻了好几倍价钱 反而我们文山人自己种了三期 却卖不出几个好价钱 现在好了我们同江西二桃都市原选合作成为了都市原选三期的合作基地 把我们文山最好品质的三期通过都市原选产地直销的模式 不经过任何中间商环节直接卖给消费者 让广大的三期用户花最少的钱吃到我们正宗的文山好三期 买正宗好三期就来都市严选 原产地之贡品质好价格低 优积三期 低至美金九十九元起 一锦装封肠直销琵琶蜜 仅需九块九 南昌 九江 福州 景德镇 平乡等十地市都市严选有售 地宝当家 由厨房不跑烟的帅风电器冠名播出 举手提前厨房无烟帅风其成果就是这么健康 广告之后欢迎费到一车款车夫年纪冠名播这个提宝当家 又到了当年生的一个世界 今下高练呢 给我们准备了一张蓝蚊剂 给他动心一时 不是特别是我刚刚给你 蓝蚊剂 长得一提乱的样子的 丁教练 这几天练完您这了几个器械之后 我觉得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今天我们要断练了试一台什么样的器械 今天来我们这一个设备叫 我们很多会员都喜欢 那叫我给他取了名叫蓝汉训练 蓝汉训练器 对对对 就不怎么用花力气的对不对 就是可以躺着 你手也可以练 腿也可以练 腰背也可以练 锻炼的部位很多 而且还可以躺着练 还不用花太多力气 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我也是特别适合 特别适合 就可以循序渐进的加力 是吗 来赶快叫我来锻炼一下 我觉得这个机器的话 协调性还是需要有的 对 锻炼协调性还是锻炼我们 作为康布运动的话 他对于手臂的力量可以得到锻炼 和腿部的力量得到锻炼 所以就懒人肌 可以躺着地得到肌力的训练 因为可以增强我们的阻力 对于阻力去得到有效锻炼 好 我发现他有好几个这个握的地方 还有这个踩的地方 应该是怎么样搭配这个动作来进行 对 当你去练手的时候 你可以用练推的力量 也可以练这样的力量 这样推的力量 也可以这样推的力量 都可以练到胸 也练到手臂 然后从它练到肩关节 练手的时候就是手用力 对手的脚就放在上面 这个是放到下面的 放在下面 像在下面 这样 对对对对对 练肩 打太极样的 好 这个一 好 对 好 那我们练腿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脚放在上面 对 就顶着 就放下来 就这样 就这样 对对 手呢 手就只放在上面 放在哪 来放在这里 也可以 都可以 对放在下面 对 然后用脚去蹬 脚去蹬 好 那我们可以加力量来 来去训练一下 同样一台设备 发力的部位不同 锻炼的效果也完全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就来先锻炼一下 腿部试试 蹬 蹬 对 蹬蹬蹬脚 手不用劲 手不用劲 对 有感觉吗 对 有感觉 对 这对康复的人来说 他的腿部的肌肉萎缩了以后 他蹬这些动作都会有困难 而不像健身房 健身房是正常的人具 它的重量就会更大一点 我手是不是也可以弄到这边 也可以 但是手方便一点就可以练你的鞋就了 哦 练你的鞋 同时还锻炼到了手部的这个关节 关节 就包括提高了灵活度 这样的设计挺好的 还能锻炼到我们的协调能力 和关节的灵活度 怪不得要叫他懒汗鸡了 锻炼一个部位的同时 还顺带着练习到了其他的部位呢 这个动作的好处 练腿的好处 你看看 你看练到了怀关节 看到吗 这怀关节得到那里 吸关节得到那里 宽关节得到那里 这叫全身运动 前面你原来单独的做过 你看发现吸关节得到伸展 这三个关节都得到冲动 这里也可以到这来了 对 撇到这来了 这三个关节 这就可以让我们走路 下蹲体力都非常好 嗯 但这个机械就是我们这几天介绍的里面最全面的一个能够运动到的机械 对对对对 真是一套全能的机器啊 让全身都得到了运动 活动了关节 增强了协调性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舒华的运动成绩怎么样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19 这个速度成绩比前面好多了 好 果然是 动作81了 完全的81% 比昨天的61%要好多了 准确的 你看 这两次没准确到 所以我说腿部的力量可以反映你的成绩 因为你腿部力量 这是正常的腿部 如果上了抗护设备 它的操控能力就强一点 嗯 2041男人机 继续帮助你肩膀的短练 让你够的短练 要比不是稀里好 难个死 当然肩膀的死 难得个死 好 谢谢我们今天的广告 广告说的肩膀性在内容 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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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库鱼头炖豆腐 需要的原材料有 熊鱼头一个 嫩豆腐 生姜 大蒜子 小米浆 大葱段 红椒段 我们今天选到的这个鱼头是一个水库的鱼头 本身这个鱼的质量就非常好 大家选一个多大的 鱼头一斤半就足够了 然后手上拿的这个是嫩豆腐对不对 豆腐的选择有没有说什么 就是必须是嫩豆腐 还是说什么老豆腐啊冻豆腐啊都可以的 冻豆腐不可以 老豆腐跟嫩豆腐都可以 为什么冻豆腐不可以 那冻豆腐的话那种煮的话不太好吃 不太好吃 他主要还是要这个豆腐的这种鲜香味 那这个你是怎么处理了 想跟大家说一下 鱼头的话就把鱼头那个对半剖开改刀 然后清洗干净 它等于是在这个肉厚的位置打了这个花刀 但是它其实是这样打开了的 如果说你在家里不太懂这样操作的话 是不是可以请这个就是卖这个鱼头的这个 可以可以 它可以帮你 帮你剁开一下 它们的刀很快 对对 第一步是不是煎鱼 对 好现在就开始 我们用的是那个菜籽油 然后的话菜籽油能去腥 然后添加香一点 做烧烤 就是颜色也好 对 颜色也好看一点 所以一般来说煎鱼是不是都是鱼菜籽油 鱼头下锅油煎 以面煎定型 呈金黄色后再来翻面 两面都煎香后 下入生姜大蒜子小米椒 随后加入啤酒 啤酒的量与鱼头平齐 烫滚之后就可以下入嫩豆腐了 继续大火烧煮 调味只需要简单的放一些鸡精和盐 即可 带汤汁收浓 水库鱼头炖豆腐 就可以上桌了 我们的水库鱼头炖豆腐这样就做好了 其实我学这道菜 就是那个汤汁拌饭会非常的好吃 对 味道香到香美 关键点在哪里 关键在鱼的话 这个鱼头一定要用菜籽油煎 然后的话它的味道能更加香一点 然后而且能弃掉点鱼腥味 对对对 豆腐什么时机放最好 豆腐等那个水烧开 水烧得沸腾了 然后再下豆腐 太早了下的话豆腐会烂掉 散掉 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是嫩豆腐 对 还是要根据这个豆腐的质地 来确定下锅的时间 这道菜呢其实在家里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 很轻松是做好的 对 非常感谢丁磊 那今天他教大家的水库鱼头烧豆腐 大家都包围了吧 水鱼捏的小豆腐味道鲜美烫之醇 哎 那个呀 这个豆腐 小白豆腐 他跟这个鲜鱼的粘质 就是动物蛋白跟纸物蛋白 我们每个结合 喜欢这豆腐鱼 有喜欢这一个朋友 真的是良全新美的 国外贵在路上了 哪个先帮我们送你送你 大家好 我叫尹小山 希望你送一道菜 给我老伴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食安心地 我是琪琪 我们今天要送的这道菜呢 是鱼好大意外 说实话有点烫 但是这个鱼呢 看起来又有点像红烧 但是比红烧的汤汁又要多一些 应该非常的好吃 我们这道菜呢 据说是夫妻之间的糊涩 我们进去了解一下 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故事呢 现在琪琪身边呢 就是殷爷爷 我们首先把这道菜送给您 由您送给您的爱人 奶奶 问一下爷爷今天 为什么会想到送菜给奶奶吃呢 因为他心里 他家我心里 心里很辛苦 很辛苦 为我们父母 为我们老年人父母 为老年人父母 这夫妻之间 其实也是照顾是应该的嘛 互相照顾对不对 来问一下 平时在家是您做菜吗 是 这个做鱼怎么做 做鱼啊 做鱼首先 他买来到砂了 砂了以后 清掉肚子里面脏东西了 是用红烧的方法 还是怎么做 用鱼炸 你家里喜欢吃炸鱼 是不是 炸了以后再那个红烧 再红烧 先炸再红烧 你红烧吃得多 但我们今天这个感觉 比红烧的汤汁又要多一点 但是又有点像红烧 我们回去尝一下 好不好 咱们结婚多少年了 五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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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什么印象 特别深刻的事情 有没有 深刻就是 身体不好的时候 我照顾他了 这应该是爷爷深刻 对不对 爷爷你还记得这件事情吗 记得 当时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当时在家里打麻 走向起 走着跟儿子走向 走着又都是发病 发病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是 复迷 复迷 复迷了 复迷又生倒汗 外患了就 马上打救护 送到医院 在医院 当时医院都不肯 不肯接受 我们就跪地下 求医生抢救 易协舍说 这些事情 即使老伴不提起 他也一直记在心里 老伴对自己的好 真是说不尽 也道不完 然后那个时候 您照过他 照过了多长时间 他三十一天 都不会起床 不会走 他是八天 在那个抢救室 后来呢 经过抢救 掉身好了 全是由您在 这个医护 照料理 主要是您 主要是他 您看我为主 这件事情 有没有让您很感动 当心里很感动 心里很感动 今天还认为 其实对我 特别久道 老伴还是最好的 是不是 那今天 今天见我们这个节目 有没有什么话 想要对这么 这么让人感动的 这个奶奶说呢 非常辛苦的 煮饭 煮菜 都不是 儿子媳妇 幸福在一起 都是您在 都是她为主 那我们今天 也深情地对奶奶说一声 谢谢好不好 谢谢 从心里感动 对我心里感动 从心里感动 感动其实对我的照顾 对儿子照顾 不是所有的感情 都是轰轰烈烈 许多时候在平淡之中 才能感受到的那份深情 无论前方的路途 有多么困难 只要握住对方的手 只要对方仍然站在身边 一切就已经足够了 太棒了 在宋多士看个老妈子 今晚是她身体不好 一次 都是老妈子在身边照顾 特别是之前 特别样的时代 哎呀 这个照顾真的是 无为不值 永远在 又是国家 平国家 我一生 爱个美国 今天带大家认识一粒 有内涵的小药丸 书筋建药丸 书筋建药丸 传承四百年陈礼记 治疗腰椎骨壳痛症的精髓 专药专制 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对症 书筋建药丸 陈礼记四百年 专业生产 腰椎骨壳痛症 专用药 要知道 跪专 专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把好做到更好 书筋建药丸 传承四百年陈礼记 治疗腰椎骨壳痛症的精髓 专药专制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对症 书筋建药丸 陈礼记四百年 专业生产 腰椎骨壳痛症 专用药 健康骨壳痛症 背景 专业生产 监控制 看 去看 生活 专业生产 还有一些面粉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空盆 然后把挖好的红油 鸡蛋 面粉 牛奶 还有发酵粉 陆续加进去 大部分的面粉 已经闹成续状了 然后我们把食用油加进去 把食用油加进去了以后 就可以合成面团了 和面团这个步骤 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步骤 因为它玩起来跟彩虹一样 把面团和好以后 然后我们盖上保鲜膜 让它写发至两倍大 面团已经发起成两倍大了 然后我们给它揉着排气 告诉您个小秘密哦 让面包出来清淡的方法 就是要多揉一会儿哟 面团揉好了 气也排好了 然后我们用刀给它切开 用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哟 然后我们把它揉成长条 用刀给它切开 然后把它揉成小面团 面团已经揉好了 再用擀面杖擀成牛舌状 卷起来 切成两半 然后把所有的面团都像这样卷起来 我们已经把它卷好了 然后给它的底部都沾上蜂蜜 再给电饭锅的底部刷上一层油 好 我们把电饭锅的内胆放进去之后 把电饭锅的盖子盖上 饧发上二十分钟 饧发好了之后 给它刷上一层蛋液 再给它撒上一点汁 它的电已经插好了 然后把它调到蛋糕功能或面包功能上 如果没有这两个功能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调到饭功能上 我早就闻见面包的奶香味了 它现在已经煮好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看着好好吃呀 让我尝一口吧 我觉得应该再多加点糖 自己做的面包 给买的面包更好吃 怎么样 观众朋友们 这个松软可口的面包就做好了 今天就要我们一集就到这里了 再见 好 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由给大家看吧 再见 国内心明昂我们点分 整天风险给你 举手之间厨房无烟 帅风气成灶 就是这么健康 和你保动的 继续给我们爱信 摩西亚兹 你让你老司干 我们的节目最让进展 给它点某个节目 我们点分再见 拜拜 哇 我觉得我这一顿 又是非常的丰盛和幸福 因为又是全虾宴 这家店呢 一共有三种口味的家 是非常招牌的 第一个是蒜蓉 还有南昌口味的虾 和这个清蒸虾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虾的个头非常大 基本上每一只虾呢 都是在一两以上 老板跟我说 这个叫做炮头 那我们先来吃这个清蒸虾 正啊是最搞念 一咖路那店哈个品质 很喜欢的